大家好 我是阿飞 最近我们山里的野生菌比较少 所以今天呢我们换个地方找到野生菌 也算是我最近啊 不对 近些年跑得最远的一次 今天呢去 去哪呢 香格里拉 大理方向 我们现在在楚雄 然后往大理方向去香格里拉 去那边找松茸 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攻略 就想到了就来了 然后约了一个半现在开车啊 我们从中午出发 然后到 大理建窗的话 是不是建窗啊点 今天晚上到建窗县呢 待会儿带大家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但是出来呢不一定全部找菌子 又带大家去吃吃 好吃的到处逛一逛 明天呢 带大家找菌子 没有在大理坐停留 一路上呢就看看沧桑 看看这边的云彩 感觉和我们楚雄的云彩差不多 天也差不多是一样 啊 不管还是在山里还是出门 我就特别喜欢看云彩 特别是这种大拖大拖的云彩 这次采蘑菇呢 呃 并不知道具体的这个位置 知道大概的方向 我们就沿着这边一边走呢 一边看风景 大概开 嗯 四个小时左右呢 就可以到建窗了 路上的风景还是挺好看的 边走呢还会边看这些山 山上有什么树 或是这山长什么样子 树的种类呢决定了 会有什么样的蘑菇 唯一路上呢我们会就 就说做标记啊 如果哪里看上去有菌子呢 我们就去山里爬一爬 像这种没有树的山呢 嗯 几乎就不会长蘑菇了 到了建窗附近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是建湖 后来再看地图呢不是 不过观察山的这些树种 这里非常适合找野生菌 特别是远处的这种松树林里 所以我们决定在附近呢 就找个地方住一下 我们去问一问 这边有些什么好吃的 应该问一下旅店老板 然后他应该会告诉你 这边有什么好吃的 然后我们一一的去尝一尝 看一看 来到陌生的地方 一般找出租车 或者这些开摩滴的师傅 可以问一问 问一问他们最附近 有些什么好吃的 或者比较有名的 或者是值得去尝试的 跟师傅交流了一番呢 他推荐了一个吃见活鱼的地方 正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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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听那个师傅说 就是这个位置呢 是吃不到正宗的 剑湖鱼的 得去那个圆一点的地方 离这里大概七公里左右 现在我们开车去 听说就是剑湖鱼比较好吃 我们现在出发了 从褚熊到剑湖 哦不对 剑湖鱼 已经是半碗了 现在过去刚好适合吃晚饭了 旅游的淡季 所以这里人挺少的 在这里也可以吃到野生的剑湖鱼 价格是35块美金 我也不知道贵不贵 好吃呢 那就不贵 这个餐馆呢 在剑湖旁边 所以我们可以去剑湖附近走一走 这里是一片辣椒 还有没有叶子的玉米 正好可以来剑湖边这边 看一看 这个点真合适 湖水清澈 然后傍晚特别凉快 差不多只有20度左右 离餐馆也并不远 100来米就可以走到剑湖旁边 在这个温泡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米 这个鱼 里面有什么 看来里面有什么 一大米 一大米 这下 发现了一个八粒 蜜蜜蜜蜜 它是有一个400米的小蜜蜜 和800米深的海洋 相处到达可厚 另有可能从成绩物中 释放出大量的温食气体 成功的数据表明 靠近发生在6600万年前 感觉这条鱼也不是很大 是好吃 看看里面有什么哈 鱼 豆腐 还有挖肉 这条鱼大概三斤左右 鱼汤用来泡饭肯定不错 吃饭了 我先来托鱼肉 清汤鱼 这个还没蘸蘸料 他们还搭配了吃清汤鱼的蘸水 十八奖不错 你可以吃到它的鲜甜味 这和普通饲养的鱼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再来一块 肉有点弹牙 这是标准的 就是说野生鱼还有的味道 鲜甜还有口感方面 还有点弹弹的 有小伙伴说想看看 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内容 今天就尝试给大家分享了 一个简单的碳电 吃完饭 一会带大家去剑湖边上 听听湖水 明天带大家去踩骏子 就在剑窗的附近 找一座山 随便爬一下 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